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李沁不愧是仙女下凡 穿粉色薄纱连衣裙温柔 浪漫 气质出众 夏季来临 小仙女们都开始穿上了连衣裙 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看看李沁的这条连衣裙穿搭 粉色的薄纱连衣裙展现出了温柔和浪漫的气质 也能够让她变得更加时髦 就像是仙女下凡一般 不过这身穿搭十分的低调优雅 若你也喜欢的话 可以继续看一看呀 李沁的气质出众 这是大家都众所周知的事情 在娱乐圈之中 李沁的长相确实很有辨识度 长相清新的 她也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欢 在穿衣方面李沁一直都秉持着小清新的风格 这次的薄纱连衣裙也是如此 展现了浪漫的气息 让她整个人看着更年轻 薄纱连衣裙结合拖地的裙摆 看上去难免会觉得有一些浮夸 但是这种连衣裙就很适合出席活动的时候穿 能够有效的提升气场 凸显出高级感 而李沁这条连衣裙还结合了不规则的裙摆 能够彰显出时尚气质 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气质 在妆容和发型方面 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李沁这次的妆发 她的长发飘飘 看上去温柔浪漫 而且扎了一部分头发在后面 能够降低繁琐的感觉 显得更轻盈 也能够更好的修饰她立体的五官 妆容方面也要尽量的清新 和这条连衣裙的风格融入起来 像李沁这次的裸装就非常的浪漫 丝毫看不出那种艳俗的气息 李沁尝试过的薄纱连衣裙多种多样 下面这条裸色薄纱连衣裙穿在她身上也很浪漫 这种裸色是非常时尚的 在近年来的时尚圈也比较流行 裸色连衣裙结合了泡泡秀的元素 展现出了可爱复古的气息 针对手臂较粗的小姐姐来说也格外的友好 这个季节最常见的连衣裙还有一款 那就是碎花连衣裙 不管是20岁还是40岁 相信都对这种碎花连衣裙感到爱不释手 李沁穿上这条连衣裙 看上去也很温柔 这种碎花元素点缀了整体搭配 色彩清新淡雅 并不会觉得花少 然后踩上马钉靴 凸显酷酷的风格 也能够让这身搭配变得更洋气 亮片连衣裙看似繁杂 实际上也是凹造型的利器 可能这种亮片连衣裙不适合日常 但是在约会或者是出席活动时 穿绝对能够吸引到大家的视线 李沁这条蓝色亮片连衣裙真的就很浮夸 但是出席活动时这么穿绝对很好看 再结合后面的露杯小设计 体现出了她的背部肌肤 性感还迷人 针织衫搭配牛仔裤 看似简约但又不乏时尚感 李沁这种针织衫的搭配也很洋气 尤其是领口的红色花边 修饰了一下整体搭配 也能够凸显出不同的魅力 下半身搭配直筒牛仔裤 看似简洁又大气 非常适合日常穿搭 西装套装在春夏季节也有着很强的出镜率 上班可以选择黑色西装 日常活动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些浅色西装 下面李沁这款额黄色西装套装就显得很温柔 浅色系的搭配修饰了肤色 再结合白色体恤作为内搭 增强层次感 也比较休闲随性 西装套装的搭配显得精致又干练 李沁下面这身西装套装也是如此 他在里面搭配了蓝色的陆琪衫 这种抹胸内搭露出了他的马甲线 一下就能够打破西装的单调 显得更为性感 李沁下半身还搭配了黑尖头高跟鞋 高跟鞋的搭配修饰了双腿 非常显身材 大家可以多多借鉴一下李沁上面 这些时尚穿搭 你们可以通过他这些造型进一步挖掘自身的优势 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搭配风格 不要再随波逐流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